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自己 要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自己呢 就是要学做君子 做君子 做自己 并不是我行我素 或是知意妄为 做自己呢 是要真诚的来内视自己 来反省自己 来呈现自己 来修炼自己 让自己呢 可以修炼成为一个君子 有人说啊 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性格是可以修炼的 要把自己呢 修炼成为一个君子的一个性格 那做自己呢 如何做有智慧的自己 就是要学做君子 所谓好的性格就会有好的行为 好的行为就会有好的习惯 好的习惯就会有好的命运 所以先佛说 世间的人 一切的命运都超支在自己的手里 好命呢 与坏命 也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性格是可以修炼的 要把自己呢 修炼成为一个君子的性格 那我们呢 就再来学习 这个人语里面 人语人相处 人者爱人 在孟子里面有一段话 跟孔子的理念是相合的 他说 人者爱人 有离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德的人啊 他会以爱心来对待别人 有礼貌的人呢 他也会尊重别人 那以爱心带人的人 别人呢 也会以爱心来带他 你尊重别人的人 别人也会尊重他 所以你对我好 我就会想对你好 那形成一个良善的循环 那就好比各位前贤 有没有曾经看过这个影片呢 这个影片呢 实在说 一个小男孩呢 他原本在这个人行道上面呢 滑这个滑板 结果呢 就滑倒了 这时候呢 旁边呢 有一位修路的工人 他呢 就把这个小男孩给扶了起来 那之后呢 这个小男孩呢 他转头 看到一位老奶奶 他正提着一包的东西 准备要过马路 于是他就上前过去 帮老奶奶呢 拿这个东西 然后并且陪她一起过马路 那这个老奶奶啊 他非常的感恩她 就这老奶奶呢 转头一看 诶 看到这一位妙宁女子 他呢 正在找这个零钱 那准备要投币 来付这个停车费 那看起来呢 翻了很久 都没有翻到 于是呢 这老奶奶呢 就拿了零钱 给这位妙宁女子 那个妙宁女子呢 也非常的感恩 这个妙宁女子呢 她转头呢 要往这个 人行道走的时候 诶 看到一个先生 她呢 正从这个 商家里面走出来 结果她的东西 从口袋里面掉了出来 这个妙宁女子 赶紧上前呢 帮她捡起来 并且还给她 那这位先生呢 也非常的感恩 随后呢 这位先生 看到路边呢 有人在搬运一个 大型的东西 大型的行李 于是她就上前 过去 帮这一位先生呢 搬运工人呢 一起来搬运 这个行李 那这位先生呢 非常的感恩她 随后呢 她转头 诶 看到了 有一位流浪汉 看起来 她好像好几天 没吃东西了 于是呢 她呢 就到这个 路边呢 去买一些食物 那这个 卖食物的这个老板 她呢 也非常的有爱心 也免费呢 附上了一罐 这个矿泉水 所以这位先生呢 就把这个食物 跟水呢 给了这一位流浪汉 那这位流浪汉啊 她正在吃的时候 看到有一位小女孩 她忘记了 她自己的手机了 于是呢 这个流浪汉呢 就上前 去把这个手机 还给这一位 小女孩 那这小女孩啊 非常的感恩 不然插点 她的手机 就不见了 这小女孩啊 她走着走着 诶 看到有一个咖啡厅 里面呢 坐了一位妇人 这个妇人呢 好 看起来好像 堵物诗情 可能呢 人生当中呢 遇到一些 不顺遂的事情 所以就难过起来 那这一位小女孩呢 就买了一束花 来安慰一下 那这位妇人呢 看到花 也非常的开心 那此时呢 这位妇人 在这个咖啡厅里面的 这个两个服务人员呢 可能因为一些事情 而争执起来了 那这个妇人呢 要离开的时候呢 就留下一个 去额的一个小费 那这个服务人员 看到了这个小费呢 心里也暖暖的 此时呢 这服务人员呢 转头一看到 诶 这个修路的工人 然后他好像 就是很辛苦 于是他就 倒了一杯水 然后呢 给这一位修路的工人 诶 这位修路的工人 各位前嫌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呀 这一位修路的工人 是不是当初呢 就是扶这个小男孩 跌倒的这一位呢 所以呢 这个爱 是不是又循环回来了呢 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件 小小的事情 正向的事情 都会回复 回到自己的身上来 那我们再来学习 如何忍者爱人 在《庸野篇》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意思是说 我自己要有所成就 也要帮助别人 让别人呢 也有所成就 我自己想要的 也要想办法呢 让别人也能够得到 这个呢 就是一个行人的方法 这样子呢 就可以达到 无我相 无人相的一个境界 那后学呢 分享 后学自己小朋友的例子 那有一次呢 孩子的老师啊 告诉后学啊 班上呢 有一位人际关系 比较薄弱 比较弱势的一个孩子 那老师呢 请我们家的孩子 去帮助他 去跟他做朋友 那我们家孩子呢 二话不说 就去帮忙 那老师很感谢 我们家的孩子 那后学知道 这件事之后 回家呢 就跟孩子转达 老师的感谢 那孩子说啊 那真的没有什么啊 那只是去跟他做朋友 那其实 这个同学 他的个性 其实是很好的 只是呢 不善于这个 延迟而已 那后学呢 也很开心呢 孩子能够这么想 后学跟他说 哇 我真是以你为荣啊 那 再来呢 我们刚有提到 我相 及人相 那什么是我相 就是家人 亲人之间 觉得 谁应该为我付出 那我的权益又是如何 那夫妻 情人之间 我 站得 重不重要 我在你的 心里面的地位 有多少 那同事 朋友之间 谁跟我的交情 比较好 或是 谁啊 跟我的利益 是有冲突的 当一个人啊 没有这个 无我 就是没有把我 放得这么重 达到一个 无我的境界 那他的世界 他的心地 就会非常的 宽广 与自在 所以我们要学习 无我相 那就好比 有一个老梗啊 就是太太呢 问先生啊 如果啊 今天啊 我 跟你妈 掉到水里面 你会先救 哪一个呢 那曾经呢 有一个先生呢 他呢 就很 明白说 我会救妈妈 因为呢 你会游泳 所以呢 如果人呢 有自己的 本身有技能 就不怕 别人不来救了 是吗 那再来呢 人相 什么是人相 就是指 他相遇同相人 这个人啊 跟我一不一样 或是 这个同样肤色的人 或者说呢 这个同种语言的人 就会觉得 我们特别的亲 那其实呢 这也是会去做分别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相 那不同族群之间 相同族群之间 都会有所分别 那相同族群 就会彼此呢 特别的特别的团结 所以呢 认为人与人之间 有所差别 这个呢 都是人相 那像后学啊 很佩服 能够到异地去开荒的 这些老师及前贤们 他们到异地 这个语言呢 也不一定能够通 可是呢 他们能够打破 这个人相 然后呢 用这个道心啊 去爱那个国家的人 这个确实呢 这就是 无我相 是指 这个精神 是使得 我们来学习的 再来呢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尽力 去做好我们分内的事 就是 士君以忠 在先进篇里面 有说 所谓大臣者 以道士君 不可辙止 这边所谓的大臣 就是要以正道 来服侍君主 如果自己啊 的理念 不能够实现 那就辞职离开 那候选呢 分享这个 唐太宗 唐太宗呢 他因为是有魏征 他直言 敬见 那唐太宗呢 他虚心来纳见 所以才有 贞观之志 那相反的呢 我们商咒王 商咒王呢 他呢 就是禅暴无道 可是 其实他身边呢 有很多 这个忠诚的 臣子 也跟他建言 譬如商末的 三箭 有笔竿 笔竿呢 就不断的劝劝 最后呢 被栽心而死 那积子呢 积子呢 也是一直跟 这个商咒王劝劝 可是呢 后来呢 这个也不被接受 所以呢 他呢 就是被 关起来 闭关 那最后呢 这个威子呢 也是跟 商咒王来 敬见 可是呢 这个威子啊 知道商咒王 听不下去 所以呢 他就离开 他的国家 那最后 因为 商咒王 缠暴无道 所以商就灭亡了 那再来呢 我们做君子呢 我们呢 要学 四君以忠 在太伯篇里面 有说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那意思是说 我们不在这个位置上 就不要对这个位置的事情 来指指点点 避免去妨碍他人的工作 有没有人 这个场景 就像是夫妻 两个人开车出去 然后老公在开车 可是老婆呢 在旁边啊 一直在告诉他 这边要左转 那边要右转 那你为什么要不旁边一点 那这边要打方向灯 那你怎么又闯红灯了 你路上呢 就是一直喋喋不休 这时候老公的心里 一定在想 啊不然你来开 那就好比呢 老婆呢 在厨房里面在煮饭 那老公呢 在旁边告诉他 啊你火太大了 啊你火太小了 啊这个太咸了 啊那个太淡了 这时候老婆心里 是不是也always心想 啊不然你来煮 所以所谓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啊 那再来我们可以学习 做君子呢 的修持就是要 人名爱物 那演员篇里面有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意思呢就是说 自己不想的 你就不要这样对家人 那不想这样对家人 也就不要这样对别人 就好比 我们都知道大雨治水的故事 上古时期啊 中原啊 洪水泛滥 那大雨呢 他奉命治水 那每当啊 这个大雨啊 他想到啊 有人啊 被洪水淹没 那心里 他就会痛苦不安 就好像自己的亲人 被淹死一样 可是他那时候刚新婚 小孩呢 也刚出事 他仍然呢 要忍痛 告别妻子 然后前往治水 那大雨呢 率领27万的民众 日以继夜的去疏导这个洪水 经过了13年的奋战 他成功呢 疏通了九条大河 清除了水患 那完成了这个 刘芳千古的伟大事业 那之后呢 在战国时期啊 这个白龟跟孟子啊 他提起这个大雨治水的事情 那这个白龟啊 他就说啊 如果让我来治水 那肯定呢 做的会比大雨好 其实啊 我只要修筑这个河堤 然后便把这个洪水啊 引导到邻国去 这样做不就省事的多吗 那这时候孟子啊 他就说 你错啦 这个大雨啊 他把洪水排到大海去 你却排到邻国去 你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只会被忍者所厌恶啊 所以我们只要国家 把水排出去就好了吗 那是不是变得邻国 也淹起大水呢 这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好比后学 曾经有一次 在一个老人照护中心的电梯里面啊 看到一个公稿 他上面啊 就写说 请不要把即将烂掉的水果 送来老人的照护中心 后学当下看了 就在想 为什么这个人 要把即将烂掉的水果 拿到老人照护中心 他是认为说 要习物吗 这样丢掉很可惜吗 可是后学想 这是老人照护中心 你把它送过来 这些老人家 可能也不适合吃 这些即将烂掉的水果 而且你自己不吃的东西 也拿来这里 也实在是不应该 所以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我们再来学习 这个君子的修持 那孟子里面啊 有说 君子之于禽兽 见其身 不仁见其始 闻其身 不仁时其漏 是以君子远刨除也 意思是说啊 君子是对生命 是有怜悯心的 他看见活着的 非禽兽兽 就不忍心 见到他死去 听到他的哀鸣 就不忍心 去吃他的肉 也因为如此 所以君子啊 总是和宰杀 勤处的厨房 保持距离 不太愿意靠近 因为一旦太靠近了 就会习惯于宰杀 及哀鸣 这样呢 就会减弱自己的 怜悯心 仁爱心 所以君子远刨除 就是告诉君子 不要去接近血腥 或有暴力 这样呢 会麻木 麻木我们的怜悯心 那使我们呢 麻木不仁 所以君子远刨除 这个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去 就是听到 不要去习惯于这些宰杀 及哀鸣 这个呢 也是要当君子 那另外一层的意思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亲口 要食肃 来保持我们这个 怜悯心 那后学再分享一个 齐宣王的故事 齐宣王有一次呢 宫里呢 就牵了一头牛 从这个大王的面前经过 那大王就问说 哎 你牵牛要去哪里啊 那这一位就回答说 这头牛啊 要杀来济世 结果这个齐宣王啊 就看那头牛 很可怜啊 就吩咐啊 把那头牛放了 可见呢 这个齐宣王呢 他也是有怜悯心 有人爱心的一位 不仁见其身 不仁 不仁见其实 好 那我们再来呢 再来学习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那理人篇里面有说啊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意思是说啊 富有与尊贵 是每一个人 所希望得到的 但是如果呢 我们用不正当 不合正道的手段 用不正当的方式 才能够得到 那我们恐夫子 宁可不要 那相对的呢 贫困与低贱 是每一个人 所厌恶的 但是如果用 不正当的方式 才能够避免 那我们宁可要来面对 因为人生啊 有比这个富贵 评鉴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人生 要合于正道 就好比我们现在呢 各国呢 都诈骗集团猖獗 尤其我们现在 春节呢 即将来临 在春节的前夕呢 其实诈骗集团啊 它也在抢转年终哦 所以内政部说 要请民众 要小心留意 因为年关将近 有许多人啊 都趁着领年终奖金 而大势采买 那这个诈骗集团啊 它瞄准 这个年节的商机啊 这个诈骗集团 也积极的抢转年终 所以内政部 提醒民众 网络购物 应该要利用 购物平台的 第三方支付 千万呢 不要为了减便宜 而同意 卖家私下交易 这样子呢 赔了奖金又伤心啊 所以各位前嫌 可以多加留意哦 再来呢 我们呢 要向内来修炼 来面对一切 遭遇跟压力 那数额篇里面 有说 富而渴求也 虽执边之事 无异为之 如不渴求 宠无所好 意思是说啊 我们如果 得到富贵 而且符合人道 那即使呢 是赶车 这些低贱的差事 孔夫子是愿意做的 虽然呢 至世甘露 是孔子所向往的 因为这个是符合 孔子的理想抱负 而且呢 他也是十分的感兴趣 而且呢 还可以享受 这个龙华富贵 但是如果孔子认为 这个君主啊 不按他的理 有为这个人道 有为这个君君 成成 那他也不愿意 在这样的君主 手下来 为官 那让后学呢 就是想到 后学曾经呢 有一份心知呢 有达到后学所期待 而且呢 又可以帮助 弱势的工作 但是呢 由于担任这个 会计主任的一个职位 对于这个董事会啊 他的一些理念啊 不是很认同 再加上呢 这个除了主要的工作之外 分外的工作量呢 逐年的增加 已经呢 影响到后学 回佛堂学习的一个时间 所以后学呢 毅然决然的放弃 那一份的工作 那现在呢 虽然这一份的工作 薪资不是很高 但是后学有时间 以及精力 在佛堂学习 重点是 心境呢 也比以前平静很多 也找到自己 那一颗灵明的本性 所以呢 后学很感恩 这些上天的安排 那以上呢 后学呢 做一个结语哦 我们如何做自己呢 就是要学做君子 我们用儒家的一个 基本的功夫 那有益于呢 我们立身处事 那我们呢 有真诚来做自己 来做君子 那我们从这个儒家的思想呢 去领悟天命 那我们用真诚的来做自己 来做君子 才能呢 成为别人所信赖 所幸福 然后成为他人的一个表率 那后学呢 用一个 师孙老大人的 降谈诗 师孙老大人 石碑啊 说 人爱 大德 诗词连 广行 一举 续平寒 为道 代言 传傲旨 博师 大德 道义 赞 己身 作者 立标杆 恩惠 众生 如树仙 责任 父起 勤有功 责疾 万事 红申远 一时的告诉我们 我们做君子 我们要以仁爱 来施语 持连 然后呢 我们要多做善事 来这个 续这个平寒 那我们呢 要为道 来代言 广施这个道德 大德 来道义战 更重要是 我们要 挤身 力德 才能够 坐标杆 那恩惠呢 众生 如树仙 一时告诉我们 我们要学习 实术 再来呢 责任 父起 勤有功 才能够 折疾 万事 红生远 那候选呢 今天呢 跟各位 前嫌 我们 分享 学习 到这边 如果呢 有讲得不好的地方 请先佛设罪 请各位 线上的前嫌 多多海寒 最后祝福同修 福慧双修 伐喜充满 和福平安 感谢各位 前嫌持杯 请不吝点赞